山下村庄上有一个15岁女孩,这一天,她上山挖野菜,被山上寺庙里的老和尚发现了,老和尚见寺下里无人,将女孩绑到了寺庙里。 这座寺庙很小,只有老和尚一个人住在寺庙里,老和尚将女孩绑到寺庙以后,将她关在一个地洞里,这个地洞是老和尚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包好的,到了傍晚的时候,女孩还没有回家,女孩的父母和村民们来到山上寻找,但是没有找到女孩。 第二天上午,女孩的父母和村民们又继续寻找女孩,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女孩,时间流逝。 三个月后的一天上午,村庄上的一个猎人上山打猎,路过寺庙的时候,走进了寺庙,猎人在寺庙里没有发现老和尚。 正要离开寺庙的时候,忽然听到了地下有声音,猎人仔细查找,结果在菩萨像的后面,发现了一块厚木板,猎人拿起厚木板,露出了一个洞口。 他朝洞里看去,只见洞里有两个人,一个人是村庄上失踪的,持五岁女孩,另外一个人是寺庙里的老和尚,老和尚看见猎人。 大师一惊,他对猎人说,你一定要替我保密。 猎人说,你做了这种伤切害理的事,我是不会替你保密的。 忽然,老和尚搬起地洞里的一块石头,向猎人砸来,猎人闪到了一边,然后取下腰间的砍柴刀,敲尽洞里。 一会过后,老和尚就被猎人砍伤了,猎人将老和尚拖出地洞,找了一根绳子将他的手臂绑了起来,猎人带着老和尚和女孩回到村庄上。 村民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,纷纷打骂老和尚,突然来坐落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